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大理区人化,瑞城公墓迁葬后进行绿美化,因环境大幅改善获得民众欢迎。 大理是王里的第二公墓,进葬至今已25年,目前还有200多门坟墓,地方民众都希望赶紧迁葬。 经施议员李天生争取,是否已完成茶屋作业,将利用秦明扫墓期间向家属宣传,并在5月1日进行迁葬公告,迁葬后将绿美化辟为公园。 施议员李天生今天表示,位于数王里内的第二公墓,早在民国82年就已经公告进葬,但至今已经25年,却只为进行迁葬,影响环境景观。 地方不断陈情抱怨,因整个墓区都是公有土地,不需办理征收,土地取得容易,多次要求是否办理迁葬。 李天生表示,第二公墓旁就是车流量大的中头公路,中头公路高架桥下也有设置运动器材等设施,附近人车出入频繁,公墓在这里长期不迁葬,影响附近环境景观。 经不断争取,市府已决定办理迁葬,未来并进行绿美化辟为公园,提供民众一处休憩,运动的场所。 市府生命礼仪管理处刘镇村处长表示,大里第二公墓占地约8000平方公尺,经查沟后共有坟墓257门,每门一面积大小,提供3万到7万不等的千葬补助罪。 近日就会先在墓区设立公告牌,方便清明节扫墓的民众可以了解千葬相关时程和办理地点,预计至少到明年清明节后,还未进行千葬的坟墓,市府才会代为千葬。 等到千葬完成后,将交由市府建设局进行绿美化辟为公园。